好来看苏丹内战 这个内战冲突已经进入第三个月 有5000万人口超过一半已经需要人道救援 到年底前 苏丹这边需要的人道救援有30亿美金 目前两成都不到位 联合国举行了国际会议 在周一替苏丹先筹得了15亿美金 远远不够 有50万苏丹人逃到邻国 而内部将近170万人流离失所 打了两个多月的内战 首都已经严重破坏 西部达佛地的地区暴力升级 外界忧心恐怕会重演20年前的种族灭绝 自4月中敌对军事派系爆发冲突的苏丹 反复的停火开战 已在这个非洲第三大国引爆人道危机 造成220万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连同德国 沙鲁地阿拉伯 卡达和埃及 19号在日内瓦召开捐助国会议 多国承诺将援助近15亿美元 相当约台币460亿 但其实只达所需金额的一半 联合国表示苏丹境内4900万人口 现在超过一半都需要人道援助 到年底前需要30亿美元的资金 这场苏丹政府军苏丹武装部队 和准军事组织RSF 快速支援部队间的冲突 不仅把首都卡土木变成战区 更引发西部达佛地区暴力升级 以及大规模难民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 收到至少53起性暴力报告 且几乎都是RSF民兵反下 这个过去被控种族灭绝的武装部队 如今似乎又走回老路 恐吓驱逐种族清洗 让达佛再次笼罩种族灭绝阴影 从卫星影像可以看到破坏程度之大 西达佛州首府朱奈娜 数百人被杀害 整个地区被移为平地 附近其他地区也没能幸免 达佛这个场景悲哀得令人熟悉 二十年前的达佛战争 当地陷入种族灭绝 同样一批RSF民兵领导 至今依然杀戮 占领和性侵 根据CN报道 RSF在达佛让这些残忍手段复活 人权组织直指 这是2003年达佛冲突的延续 是二十一世纪第一场种族灭绝 阿拉伯民兵系统性的杀害 非阿拉伯的非洲群体 数万苏丹人被迫逃往西边的查德边境 饱受战乱之苦的苏丹人 不只往西逃 也往南部边境的南苏丹 不过2011年才从苏丹独立的南苏丹 原本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本国难民就喂不饱了 根本无力接收他国难民 周末苏丹首都的住宅区遭到空袭 造成至少17人死亡 包括5名孩童 是死伤最惨重的攻击之一 根据官方统计 冲突以来 苏丹全境已有超过3000人丧生 6000人受伤 周日双方在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国调停下 达成第九次停火72小时协议 首都战斗稍稍平息 但抢劫却大大激增 也阻碍人道物资引送 原本要让苏丹在文人政府下过渡到选举的计划 却因政府军和民兵权力斗争爆发战斗 且自六月初越演越烈 停火协议反反复复 部分人道援助得以进入 但始终无法阻止冲突加剧 请新闻众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